执行法官来到加油站后 第一时间就见到了冯绍丽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作为被执行标的物的加油站 还在正常营业 冯绍丽表示 想和申请执行人再谈一谈 但申请执行人觉得 该谈的早就已经谈过了 我们不是说的非载的 你要有还钱或者是怎么的 都可以 冯绍丽就提出来了 说的那个 这加油站说心里话 我就想保留 但是呢 我现在一下还拿不出那些钱 还你们 我可以呢 一年还你们十几万 这是十万块钱 完了当时我表态 我说那也是不可能的 这当时人都六十五了 欠我们现在连利息都二百八九十万了 我说这六十五再加上二十七八年 八九年 我九十多谁能活能拿税 二十一年 你房长力能不能活能拿税 那半天没人来我们找钱 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和解 也就不会走到今天来查封加油站的地步 既然双方没有达成和解 那么查封工作势在必行 现在被告那边没疼 你这边这边你昨天准备啥了 过车 你现在就错吧 你现在就干嘛 我没想说 可以 你现在就干嘛 你现在就没办 对 现在就开始干嘛 通知你的员工 现在把电给我多灌了 电断了 停着营业 反过通知员工 行 但是我就需要 我这需要还是继续 没事 就是一会儿把你再查 那倒是 那倒是 先配合我们时间工作 对 我就配合你嘛 我没说嘛 你现在我这个员 我还不是罗姨 我是直行员 对不对 我并不是直行员 咱们自然得说明白 你那边停止了 那边要 明天把电线拿了 电线拿了 让他这边 让他一下 这家里收到你了 执行法官随即对加油站进行清场 并开始在加油站周围设立为党 也不一定让权的 所以我也不想破坏的 你要算计呢 没得他先 但是今天为党得上上 今天你会先营业了 早我就想 但是就是一直没达成这个协议 对他呢 那就是咱们两边的事 你想他想剁药 我想招改 对不对 我这人说道假话 不是说那什么 这个虽然是我弟弟欠他 但是我不欠他 对不我还可以说 假如站这个地 是我崩盛丽 并不是崩盛丽 对不对 你就是个地上产物 对 你看看 我没说吗 我就让他说 你看看怎么办 对不我现在就想维护这个事 并不是说那 因为咱姊妹俩的 对不 但是我还没听说说姐姐 你弟弟 你别跟我说这个 我知道 你说的都是奖礼 地上物嘛 地上物嘛 地上物的事 对呀 所以我今天来 我先把这个围长 营业先被警察 行 抓你时间 给你三五单的时间 抓你跟一块去谈 行 我指定能谈 因为啥呢 上了你到法院去了 我都看着了 你也是奖礼的人 我奖礼 我不是说这歪语 我不是说这无理取闹的人 对不对 行 今天呢 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工作线做好 行 然后呢 因为啥呢 我把围长围住之后呢 你这里边有些物品 我邀请你从公 对吧 我现在 你领着我看看你的物品 贵重物品啥的 一时败查 我指定从公不了 你说你得给我十几 因为你 说那天你告诉我了 说投多少号 我现在还在一样二元出院 昨天张远给我打电话了 我说那我得赶紧的 我得下周已经让我出院 那我心脏不好 反正我这个胆囊 一线抖过去 所以今天给请假 风小兵 整个你的意思 风完了以后 你不撤除啊 风完了以后 我怎么能撤除呢 风了以后 就不是你的地上 风了以后 为啥不是我的地上 我没说我弟弟欠我钱 并不是我欠你 你必须来撤出去 对不对 这地上在出什么事 我们怎么办 那倒是 那倒是 为啥我不能撤 我指定我不能撤 我弟住 我还来这地方住呢 你如果我怎么能撤 那风就没有意义了 不是你风没有意义 你这场方果不就停业吗 对不对 据申请执行人的哥哥姜薇说 弟弟和冯绍俊之间的事 还得从十多年前 冯绍俊举办的议场 关于临场的招头会说起 就是这个指数快成羊 数成羊 十年就能获利 就是这个内容 然后当时你是听完之后 觉得说这个项目挺好的 然后觉得投资还可以 那说的可好了 那什么都保证我们 那都有合同 各方面都完善 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当时您是大概哪天 都在签的活动 就是 04年 04年 投了多少钱 投了将近60万吧 然后他那边 合同里边 怎么跟您保证呢 合同那就不用说了 那保证我十年后 百分之百成活率 树的胸镜 得达到300的胸镜 树高得到20多米 那合同里都写着呢 轻生输出 还有补充协议 这我们看都挺有保障的 再一个 他领着我们上山的基地 那个黑山龙行冒业 那基地参观 就这么情况 实地参观 再加上冯绍俊的讲解 让申请这些人 江鹏觉得 这应该是个 稳乱不赔 没啥风险的项目 于是前一次性交期 合同也签了 可就在几年后 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 这是五六年的时候 我们去一看 杂草冲绳也没人管理 这钱收到手里没人管了 你到那个七八年左右的时候 就是那年头 到七年和八年的时候 这已经速度不成样子了 后来他 但我们也没打招呼 就把这个基地和这个林木 整个转手给 有个叫李德奖的 其实李德奖在判权组里 都是第二被执行人 就是连带 负连带责任的 现在李德奖还在那基地 要是如果我们的资产 要是执行不回来 还得继续要求执行李德奖 那您就是相当于 叫完这个钱之后 其实林坛情况 您没有这么太过分的关注 是吗 因为每次给他管理了 就会挺放弃 对啊 那当然有合同 那玩儿 我们不能在撑田 在林子头儿坐着上的 再一个 我们每年都去看 每年去看 有问题 完了跟他反映 你这不管理 你这不顾了我们呢 明白了 然后咱们发现 这个林坛已经被甩手 卖了之后 然后咱们就170度了 所以说 先叫做这个红肖郡 找红肖郡了 这红肖郡 完了又拿出 150亩的那个林子 140亩 那林子 做底呀 就是说你放弃 但是不给我们过户 就是说 这做信用底呀 要如果这个林子 要是没有像我承诺 就收益那么多 我可以拿这140亩 那个林地 做一补偿 结果呢 在18年的时候 他就进去了 就是因为非法机制罪啊 就被判无期徒刑了 2015年 江鹏江冯绍俊 及其名下的灯塔市 龙兴农业综合开发基地 黑山龙兴木业 有限责任公司 以及沈阳 参天科茂有限公司 起诉至沈阳市 黄国区人民法院 要求对方赔偿自己投资的 林地损失 最终法院判决 灯塔市龙兴农业综合开发基地 赔偿江鹏 木财款 190万1786.14元 冯绍俊和黑山龙兴木业责任 有限公司 及沈阳参天科茂有限公司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90万1876元的赔偿款 主要是依据双方签订的 林地转让协议及托管协议 对存活率 存财率 有明确约定 诉讼过程中 我愿委托评估机构 对损失进行评估 由第三方评估机构 确认木财的损失价值为 190万1876元 判决下达后 因冯绍俊没能履行赔偿款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 2015年12月份 申请人江鹏 持生效法律文书 县委员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 委员根据申请人江鹏 提供的财产线索 依法查访了被执行人冯绍俊 个人投资的灯塔式 红利加油站工厂档案手续 及其附属设备 在委员里对资产进行进入 处置的时候 阿卖人冯绍俊 也就是被执行人冯绍俊的姐姐 县委员提起执行仪 冯绍俊的姐姐冯绍俊提出 加油站是她的 只是交给弟弟经营 所以不能算作是冯绍俊的财产 但申请执行人这边 却并不这么认为 本来这个交易站是冯绍俊的 就是冯绍俊的个人独职企业 所有的名字 所有的手续 所有的东西都是冯绍俊的 这一个她姐姐的名字也没有 是不是说我们就是那个 社会是打的 从区法院一直到市中区法院 她全败诉 她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来 所以说我们这不申请执行 申请执行 塔子里头就找了一些各种借口 各种麻烦 22年7月份 该案件的上诉程序全部终结 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 案件恢复执行 办案从2015年立案执行 到目前已经接近半年的时间 申请人一直在读处我们法院 希望能够快速执行 对于申请人的焦虑 我们也是感同身受 案件恢复执行以后 我们第一时间 启动了评估拍卖程序 本次评估范围 我们是对被执行人冯绍俊 所有的这个辽阳红利加入站 整体评估拍卖 但是由于该加油站 所占地是农村集体用地 不符合特许经营权的评估条件 因此本次只对该加油站的 附属设备进行了评估 特许经营权无法进行评估 经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 涉案加油站附属设备 市场价值为7494149元 此次执行法官前来的目的 就是查封加油站附属设备 因为这些物品都不便于移动 所以执行法官先将加油站外围 整体架设为党 你把你个人的贵重物品干取走 个人的贵重物品 我没有啥贵重物品 没有啥贵重物品 没有 我没说 这是你啊 下一个我们怎么样就强牌了 他们之前要不取走 你贵重物品我就放弃了 行行 眼见执行工作进入了尾声 冯绍丽又提出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问题 有你炸了你是找我了 这个咱们从今天开始 我是干不负责的 知道吗 除下发我都是你 你跟我跟我说话那个 为啥呢 我们来之前通知你了 把油抽空 你咋做的 不是抽不了空 因为人家人换大 我现在就是都是一言一话 我把你拿走 你拿走啊 你也不拉 你跟我这么说话 不是不是不拉 所以说你刚才跟我说的话 你跟我跟我说 跟没说一件是收回来 那不对 那我也得说 不说不行 听我说提前通知我你了 你要那么说 我现在把风车拉来 我把油车拉走 拉走 那也行 你说的啊 我那些我还不是那样 那好 那我那窝上都是拉的 我给你责钱了 那就给 你说的啊 咱不是说那什么玩意 你说要我 现在我就拉 那你现在拉 我们现在出来拉 是通知我拉的 但是我没有这种放 我不用放就行 拉不 拉你拿走就负责了 行 拉 行 拉 听没通知我拉走就负责了 天你跟我说的 可能有危险 可能有后果 那我告诉你 我现在我拉走 我让人家人拉走就负责了 是 得那个负责管 我这天呐 你拉我拉 你赶快说好 不是说你拉我拉 我跟你说 你说你拉我拉 你别跟我刚才说那话 你说啊 我控制给你们危险 你们自己负责 你不用跟我说的 我现在就安排车拉 你拉我拉 你说 我拉 什么时候拉 你不干五天之内吗 我不是跟你说五天之内 我此时此刻跟你说的 我昨天就通知你了 我说了贵负物品 给你五天之内拉 你告我危险物品 你说今天拉是他们公车的 你说 不是今天拉 那拉不出去 他能拉 那你跟我说 说啥呢 危险品的问题 现在今天你提醒我了 听我说 听我说 你也不是我被告 现在今天你提醒我了 这个事我必须得认证负责 你拉 他们拉 你说现在说 马上拉没车 我联系 我联系 什么时候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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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联系 赶快联系 你要是不联系 我让他联系 不是一个小时 你要让他联系 赶快联系 你要让他拉走 听我说 他拉走顶着什么 顶着什么顶管了 哎呀顶着什么头型 我现在我没说 说这东西 你现在连你车吧 连你车拉走 他不是说那种话 你说这是 他这个油吧 不要别的 别说别的吧 别说别的 你现在就连你车 我得找来呢 你给他把这个 赶过来 你再提醒我了 我喝一杯杯 让我去车呢 谁不是说呢 对 对 车的事 你这个油啊 我就说提醒了 谁来个处 我来 你不拉我 晚上这样 今天到达执行现场以后 总体进展良好 阿卖人冯少丽 虽然没有按照我们要求 将其 我愿非查误物品 搬离 但是在态度上 是表示积极的配合 给予了一个配合的态度 同时也根据我 按照我们的要求 将加油站 交给申请人一方 单独来保管 同时呢 其也明确表示 为了加油站的安全 其承诺 在今天下午 将存放在加油站的 移存汽油和柴油 自行办理 以保证加油站 在停止进行期间的安全 下午